奇葩的奥特曼美食开箱 这些都是路线从网上收获到的那些奥特曼美食 我跟你们说 你们可能吃过这里面的一两种 但是像如此之多的奇葩奥特曼美食 我估计你们肯定见都没见过 先来看这个吧 名誉奥特曼冠心饼 一个是奥特之母 一个是赛文 没想到我们的光之国还有这么强大的私产业 一个赛文的小人偶 里面还有一个冠心饼 这不又是普通的饼干吗 上面还有一只小熊 这个表情就代表了我此刻的心情 越感失望 瞧 里面有这种黄色的粘稠物 应该这就算夹心了 奥特之母这个是草莓味儿的 果然有粉粉的草莓 这个不能称之为冠心饼 应该叫夹心饼干 又被开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有意思的吧 奥特曼MP3 据说是可以播放音乐的 把手抬起 这里有个开关 问题上下只有这么干按钮 然后我们搬动这个转盘 打开 里面还尝着吃的 奥特曼 麦里素 还有一个耳机 直接可以插上去 无份衔接 我跟你们说重点是什么 叮叮叮 真的可以听 我这里还有个红色的 不得不说它的设计真的是太巧妙了 除了没有授权之外 接下来就是这个 太家的眼镜 造型非常的漂亮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 上面有各种奥特曼 还能变形 戴上之后是不是特别的帅 有没有一种奥特曼摇滚分 如果你不喜欢太家 那么它也是可以更换的 太塔丝 分吧 任你选 你就说妙不妙吧 然后里面当然也有吃的 没错 巧克力豆 怎么样 看完前面这三个 是不是觉得 我天哪 那么现在才知道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双 奥特曼鞋 一个是太家 一个是太塔丝 一双红一双红 在它们底下有车轮 你直接可以滑着走 哇 就像小汽车一样 它摩擦 在这光滑在地上 摩擦 食物呢就藏在这个鞋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分条拆开 你们猜这是什么 不用多想 肯定就是巧克力豆 除了这些 里面啥都没有了 造型很独特 玩法也比较单一 如果你喜欢 可以凑齐所有的奥特曼 第五个奥特曼蛋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个布导温 结果才发现 根本立不起来 估计是里面的食物装太多了 有双脚 还有两只手 两个糖果 这应该是一个陀螺 中间写的超级的 这个有点意思 这才是正确玩法 撞眼 原来它是奥特曼陀螺的 后面这三个我就感觉有点low了 超人布丁 只是加了奥特曼的图案 其他的跟奥特曼没有半点关系 上面是一个小汽车 里面装的是芒果味的布丁 这个也是 我好像发现了个秘密 原来布丁才这么小 我一直以为是这么大的 又被骗了 上面的汽车我们又不打开了 太老了我都不想吃 接下来我们看 太加奥特曼的魔剑 这个跟刚才有点像 只不过它这个玩具有点意思 那不是小汽车 而是太加戒指的 我们看 啰嗦 太可吃 拆了直接可以戴在手上 这一个和这一个有点像 人可特曼 接着啊 这个有创意吧 最后一个 奥特曼变远人仔 其实我只是买了一个 结果人家给我发了这么一堆 你瞧 12个 只花了15块钱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 从老板手里面给钻到 第二个 诶 好像都一样 再换一遍 都重复的呀原来 我以为都不一样的 那我白高兴了一场 现在它的食物是跳跳糖 这种食玩呢 我感觉是玩大于食 吃的东西真的是特别劣质 玩的话还可以